台南殺警案之後,包括了死刑執行的進度、外疫間標準等問題,引發了各界的討論。 而法務部長蔡清祥表示,執行死刑的規則在民國八十幾年定定,如果有不合時宜的地方,會深切檢討。 而另外,繳證署也表示,有關外疫間的規定,已經在延領修法。 2005年,兩名遠景執行遭人從背後攻擊,導致一死一重傷,涉案的王信兄弟黨,其中一人被判處死刑定驗,但十幾年過去,人未被執行強決,像是這類死囚犯,全台還有三十八人未浮發,為何不執行? 法務部第一時間解釋,卡在當事人申請憲法審查,再審或非常上訴,無法執行,但這話遭到司法院迴擊。 法務部針對死刑之執行,定有死刑執行規則,其中規定申請大法官解釋,尚未終結者,不得執行死刑。 司法院回應,執行死刑規則,由法務部自己訂立,其中就要求死刑犯在司法究極程序終結前,不得執行。 縱使法務部長蔡清祥二十四號表示,若規定不合時宜會檢討,他也澄清現階段沒有廢死,但會是未來努力的目標。 而死刑存廢爭議,前總統馬英九則表示,死刑要慎重使用。 臺南刷警案引發民怨沸騰,不只掀起死刑議題討論,涉案的臨性受刑人,為何可以到外衣間服刑,甚至還能夠與其未歸脫逃,相關制度是否有缺失,外衣間存在的必要性也引起質疑。 但我還是要再次強調,外衣間的這個一個制度,它是一個很好的制度,我們還是要持續推展,至於我們執行部分,我們會繼續來把它精進。 教政署長表示,處理流程會做精進,已經嚴厲修法,民進黨團也說,只要相關修正草案送進立院,將列入優先法案,而總統蔡英文表示,除了檢討外衣間制度外,警洩使用條例修法也要加速通過。 該修法的,我們就立即來修法,該檢討的,我們也應該要立即檢討。那像是警戒使用條例已經在立法院,所以在下個會期,我們希望儘速的協商將會通過。 畢竟這起殺警案帶走兩條遠景性命,如何避免憾事重演,政府必須在實政部族處積極汪洋補牢。記者傳承信長林偉庭,台北嘉義報導。